我们之前请同学开启旧档的时候 都是让同学先把软体打开 再利用软体里面的开启旧档的方式 去打开我们已经画好的这些模型 那同学会说 老师,为什么我在资料夹里面 针对某一个图档 对它滑鼠左键,快速点两下 要打开这个图档的时候 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讯息 那是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在软体的内建值里面 它规定你一定要利用软体 然后用开启旧档的方式 去开启这些已经画好的这些图档 你对它点两下是打不开的 那我们可以教同学来更改一个设定 让我们以后能够在资料夹里面 看到某一个图档 我就直接对它快速点两下 就可以打开它 好,那这个设定我们该怎么做 好,请同学呢,先帮我把软体都先关掉 然后我们找到我们的这个软体的捷径 好,找到这个捷径 然后呢,游标移到这个捷径 按住键盘的Shift键 然后再按滑鼠右键 这边有一个叫做 以系统管理员身份执行 好,如果说你直接游标移过去 对它按右键 是看不到那个以系统管理员身份执行 好,一定要游标移过去之后 先按住键盘的Shift键 然后再按滑鼠右键 好,这个时候呢 它才会有这个 以系统管理员身份执行 好,请同学呢 先帮我点开 好,帮我打开这个软体 好,用系统管理员身份的方式 好,去帮我打开这个软体 好,打开软体之后呢 我们先把这边关掉 我们到这边的设定 好,到这个地方的设定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会有系统选项 那这边的设定呢 有分成两种 一种是2020版以前旧版的做法 好,旧版的做法呢 会在系统选项里面的档案 Explorer 点开它之后 在它的下方 看一下图片 在它的下方 有一个叫做 还原档案关联 你直接点选它 好,那这样子就等于是 把快速点两下 可以直接开启 档案这个功能就打开了 好,旧版呢 是在2020版以前 是在档案Explorer里面 有个叫做 还原档案关联 那在2020版之后 它会出现在系统选项里面的一般 这边也有一个叫做 还原档案关联 它有办位置了 它有办位置了 好,我们就直接点它 好,然后呢 它会告诉你 以还原所有预设的档案关联 确定 确定 好,做完这个设定以后 以后呢 你想要开启旧档 你就直接针对 你想要的图档 好,对它快速点两下 好,我们就可以 打开组程式 并且打开这个图档了 好,这样子就可以直接打开 好,就不再会出现 这样的一个错误讯息了 好,那这个做法呢 请同学可以试试看 很方便的一个功能